黑虎出洞嘛 他本來在洞裡面嘛 他從洞裡出來嘛 那他是往上往下 還是下往上 啊 當然是上往下 他出來當然是 他就住在高的地方嘛 出來嘛當然是往下 我以為他住在低的地方 怎麼會住在低的地方要出門 我們前面是一座山 要往上不可能嘛 我們人也沒有這樣住嘛 那我懂 所以我們人住也是一樣嘛 人住那個風水 你門出來前面的地 是比我的門高啊 就是這樣子 我就住在一個低 低窪地了 我上次 我上次到布拉格去 有一個當地人 他做 中國在中國買茶葉啊 日本買古董啊 在做東方的生意 他在山上有 有一個房子別墅 自己弄的 那個房子很大 結果呢 他做了一個 池塘 很大的池 池塘 那個池塘 比這個房子還要大 結果那個池塘的位置 比他的家還要高 那麻煩 對啊 我一看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池塘一破的話 他又大問題 他做成一個 做成一個日本式的池塘 那很麻煩 那很麻煩啊 不會這樣弄的 水都是在低的地方 可能 水的位置 比你的家高 是啊 壓著你啊 對啊 那水流水 水不是往家 家 你一破個洞的話 你水 這樣就被沖掉了 對啊 曉得嗎 所以中國的是人出門 人出門不會往上的 所以你看 大家蓋房子 做房子都是在山坡上 然後出門平的 或者往下 後面有靠 後面有靠 對啊 一定比較高啊 你不可能我家出門了以後 出門以後是往上 那個地勢 那個地勢就不好 是不是 那你就是巨嬰嘛 你那個地方是 凹蛙的地方 是巨嬰的地方 老虎他們動物 他們一定是在高的地方 高的地方可以 可以看遠啊 遠啊 他在打獵啊 或什麼 可以看遠啊 是不是 所以動物在住的地方 除非像像兔子啊 什麼 他們是住在洞裡面 那個是另外 捕獵的動物 一定是住在高 一定是站在高點 他才可以 可以看遠啊 被捕獵的就會在地裡面 對 他好跑 要不要懂 所以老虎出洞 黑虎出洞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 上往前 你看 我的力量是這樣子的 他是這樣子 他是這個力量 他是這個力量 他是這個力 是這個力 而不是這個力 不是這個力 這個是下往上 是不是 不是 也不是往前 也不是往前 是下往前 是下往前 下往前 是下往前 下往前 下往前 這個力 這是不一樣的力 這樣不懂 啊 這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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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做虎爪啊 為什麼不做虎爪 虎爪啊 這個是 練 練的時候 這樣子 並 是 在四上來講 十指對到十指 兩手一個力 他是把你的這個力量 合到一個勁上 上到去的手 合到一個勁 這個手 這個的十指 到這個的十指 十指 啊 合 合 合度這個力量 我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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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這樣子 當我的勁對的時候 我的勁對 我這樣也是黑股出動啊 只是練的時候 不這樣子 因為這個分了 知道嗎 你有勁的時候 你的勁對的時候 進對 我這樣也是黑股出動啊 對 一樣 只要是勁對 勁對 全都是 知道嗎 這樣子 我這樣子 也是黑股出動啊 聽不懂 所以這個是母啊 這是母式 你只要勁對 從這個母式 會生出來很多 很多的便 便式 變種 好 但是母是這個 媽媽 媽媽是 是這個 那你便是哪時候用 是在左圈的時候便嗎 就是 用嗎 用的時候便 所以他到 他到 比方講 他在這個掌 到八島拳裡面 就是不一樣 到拋槌裡面 也不一樣 應用的時候也不一樣 到劍裡面去 也不一樣 知道嗎 可是性都是一樣 這個 這才叫母 這根 這個叫母 這樣不懂 所以八母掌的這幾個式子是 其中最適合 讓你去練出這個勁的那個式子 那個式子 也最難練 你要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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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沒有懂 再試試看